大家好我是蘇蘭 所以今天這部影片我們想要玩一些死侍 那現在有個熱門場地是死亡領地 所以 那個跟死侍其實非常非常搭 看我們今天能不能遇到 OMG他帶鍛造者 理論上他帶鍛造者的話 他應該也在玩死侍或是類似的東西 所以這邊其實蠻有趣的 因為我可以做一些事讓死侍的基礎戰力變更高 就比如說我可以打在 我可以打這張然後下輪打 好像有點難 我可以打比如說這兩張 然後下輪再打這個然後把 這兩個摧毀掉 然後再讓死侍開始BUFF 不過他如果這邊直接鍛造者開始有死侍的話 我們其實問題還挺大的 我猜我們就直接打這張就好了不要想太多 這樣飄兩顆水晶就死了 OK 一個一二 這是一個 勇度boy 勇度boy把卡奈基給打爆了 卡馬太基喔 非常非常有趣 這次繼續長高 長大快爆炸 這個 這個勇度其實對我來說是件好事 他把自己勇度給摧毀掉 如此 哭吵 呵呵呵 只是變更大了 這邊其實還有一個另外問題 是因為我們沒有先手 其實會有點可怕 我有點想要拿先手 所以就 這樣子 可以繼續死掉 因為他這裡如果打凱或什麼的 我們其實會有些大問題 OK 呵呵呵 他把我牌都移過去了 QQ 呵呵呵 可以給我一個 猛毒嗎 喔 少女神 那這個跟這個吧 這樣還蠻 這樣還蠻詭異的其實 死侍 猛毒 他猛毒很大 我們死神變靈肺了 喔對齁這樣子的話 我騎人猛哥不會吃到那個 OK這是一個 吃點戰鬥力的死侍 OK所以我們可以把手上的牌 全部都打掉 一般是一個蠻不錯的現象 我應該假設他中路不會打贏我 還是就放死侍在這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所以應該打這個跟這個 然後這個跟這個 OK非常非常合理 Snap你 呵呵來不及了 Oh no 這樣多少 7喔 這是4嗎 這是4 所以我們其實比大小 比總和大小 總和大小我應該會贏 應該吧 沒有錯我是個7 厲害吧 GG啦 呵呵呵 呵呵呵 剛剛好 我們其實已經被弄了 不過 死侍跟死亡領地的combo賽太強了 我們基本上想要利用死侍跟我們 喔他也是死侍 跟我們新的這個死亡領地 並沒有來 喔死侍來了 這樣的話其實我們要想辦法 應該是打在這吧 反正等一下我應該打2加1啦 喔 除非這個是死亡領地 這是死亡領地 這死亡領地的話就有點有趣了 呵呵 那我應該打2加1 或是這樣 這樣下輪是打 這樣下輪是打什麼 3加1嗎 這樣我有先手嗎 這樣我感覺沒有先手 還是就不要管他那麼多 我可以就打這樣啦 或是我可以想辦法做些事 我如果打這樣的話 其實這個會被我們的星星Buff到 應該會比較好一點 然後我們雙方的死亡女生 應該都會變成靈飛 所以不用想太多 主要的問題是誰的死亡會比較大 他現在死亡是14 然後他有帶箭矢壺 很好決定 我也有帶 呵呵呵 所以這樣我死亡會變成一個16 所以會再更大一點 然後很明顯我會把我死亡再送走 這個其實也可以送走 然後我們最後一輪見真章 呵呵呵 所以我的死亡就會硬生生比他大 然後我們最後一輪應該都一樣 就是模仿大師 然後 劍池虎 死亡 死亡女生 就是都是打這些牌 只是問題是要怎麼分配這些戰力而已 完全是個鏡像對決 有點憨 OK 死亡 OK 我的劍之虎 我完全滿牌 超憨 OMG 喔 沒有欸 他沒有選擇BUFF 他死亡 什麼啊 有點怪怪的喔 呵呵呵呵 其實有點怪怪的 因為這樣右邊他也只打平手而已 有一個0費跟3個12費 所以這完全是一個分配的問題了 有可能分配不重要 因為 我們右邊會平手 不過這樣代表他如果有上氣的話 他會很強 不過他也有可能沒有這些東西啦 他可能沒有這張或這張 不過因為這個奧林匹亞抽兩張關係 所以我們 其實雙方牌組都只剩一張牌而已 而且應該剛剛都是大家 我是不是少抽一張牌還是怎樣 我是不是要決定 總而言之 我這邊沒有先手 其實有點危險 這樣子我們死亡有可能會被他的切魔格射斷 我們其實 喔 他撤退了 呵呵呵呵呵 OK 也行 等戰 基本上我們其實就直接打掉就好了 有死亡領地跟死事是超搭 不過沒有 也是可以完D 目前還沒有看到 死亡領地的中醫 終極 所以一個小知識是這個鋼人其實 被猛毒摧毀的話 猛毒不會繼承到他的戰力 因為鋼人不會被他摧毀 感覺有點憨 我搞不好應該先打這張 把他的這個星星給處理掉 喔! 死亡領地來了 戰機 蛤?他打戰機喔? 挺詭異的 這樣是表示他絕對不會 打任何牌在死亡領地喔 他牌組很明顯是跟死亡領地很大的東西 我下輪應該是打死亡女神死亡跟他吧 可是我還是一樣要搶莫佐對不對 可是莫佐有可能會搶輸是一個問題 然後他如果不在莫佐打白的話 他會有先...我一定會有先手 所以他可以上一些比如說上氣之類的東西 把我的白給幹掉喔! 那我們就會有大麻煩 死亡回家 先吃虎回家 狗狗 鋼鐵狼 喔! 喔! 他死定了 死定了嗎? 我感覺他死定了 如果他打光譜的話 左邊會加6 所以25喔 我們要打贏25 可是這個加這個是... 16 所以我們會打贏25 順序要對就是了 不對順序不對 順序不對順序不對 所以先打這個 再打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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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們其實還是有可能會輸喔 不過他如果不出牌再手擰地的話 他應該不會出牌再手擰地 因為不然他這個會輸 所以 這樣子的話我們應該還是比總和大小啦 然後我對我的總和大小還蠻有信心的 然後他這邊搶到先手 所以會導致他沒有辦法用 上氣啊 或是 比如說 切爾蒙格來搞我的 是... 順序你的渴望打光譜吧 雖然我覺得他可能沒有光譜 呵呵呵呵呵呵 喔 喔 OK 喔 這樣我們夠嗎 應該會夠 呵呵呵 GG 大火全勝 他如果打光譜的話 這邊25嘛 所以我們還是會贏 打光譜的話 他中路也會輸啦 感謝大家收看 如果喜歡的話記得按讚訂閱還有留言 可以告訴我 你到底想看到什麼類型的東西 然後 劍持虎真是一張不錯牌 你們說是不是啊 呵呵呵 呵呵